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 再也不想多做停留了 不想再假装 也不愿再撒谎 只想做我自己而已 是真的难 她在最后的朋友圈中 之前嫁人 要说有什么遗憾 那就是对不起嫁人吧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不起 妈 也是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只剩下愧疚 只愿下辈子投胎 不做您的孩子 也不想 再让您受伤 前段时间 与一位同事聊天 她向我诉说最近的苦恼 她的儿子从小就是学霸 一路重点学校 一直年纪前三 最后保送进了名牌大学 可是大学毕业一年 她已经失业三次 前两次是没过试用期 第三次是自己估计通不过 蠕动 打包走人了 然后 她拒绝再找工作 现在已经在家 闷了快半年 整天打游戏到深夜 无节制地吃垃圾食品 这位妈妈忍不住 偷偷打电话 替儿子的前领导 对方也坦诚 说 您儿子对工作态度懒散 做事不主动不说 安排的本职工作 也总是拖拖拉拉 而且还接受不了批评 一说就发脾气走人 跟同事相处的也不好 这些话让她很吃惊 她承认儿子确实有点自我 但没料到问题如此严重 她说 我一个这么优秀的儿子 以前一直是我的骄傲 我也觉得自己是挺成功的母亲 但怎么 一下子就变成这样了呢 我倒觉得 事情肯定不是一下子变糟糕的 这男孩身上 肯定一向有些糟糕的特质 比如 不善与人交往 不懂尊重他人 心理脆弱 责任心差 只是在大学毕业前 这些统统都被成绩掩盖了 很多家长都有一个错误思维 孩子嘛 健康快乐成绩好 就一切OK 所以 在他两岁时 你给他做花样早餐 教他学英语单词 却没有教他要懂规矩有礼貌 他随便拿别人的东西 见到长辈不问好 你不以为然 于是他工作后 在安静的办公室里 大吃零食 大声说话 遇到领导 视若无睹 都觉得 理所当然 在他五岁时 你让他学书法 学钢琴 学跆拳道 却没有教他 怎么跟小朋友 愉快地玩耍 他霸展公共玩具 你由他去 他受欺负 你帮他打回去 于是他工作后 跟老同事 抢电脑争业绩 总是无意识地 侵犯别人 屡屡与人发生冲突 又不知如何解决 他十岁时 你只关注他 有没有考优秀 被表扬 却没有告诉他 要尊重老师 感恩父母 他队长被大喊大叫 你觉得勇气可嘉 吃饭时别人没落座 他就大快朵頤 你觉得他吃饱就好 于是工作后 领导家财他转桌 领导开门他上车 领导开会他老科 还丝毫意识不到 有何不妥 他十五岁时 你全心都是他 能不能考上好大学 却没有教他 如何让内心强大 老师一个冷眼 他成绩就下降 惊起一句闲话 他就恼羞沉怒 你和他同仇敌看 认为都是老师和亲戚的错 于是工作后 领导批评几句 他就想辞职 工作出一点问题 他就惶恐不安 难以承受 他二十岁时 你总想着他 能不能找到好工作 却没有告诉他 人性复杂 势头艰难 不舍得让他吃一点苦 于是毕业后 他出个差 加个班 就叫苦连天 面对同事的排挤孤立 明争暗斗 全无应对能力 他可能如你所愿 考上了名校 拿上了很高的学位 甚至还多才多艺 但是 他自私 冷漠 脆弱 没担当 不懂事 完全不适应社会 在社会这片海 他一刚下水 就出现巨大的排异反应 别人的毛毛雨 都是他的狂风暴雨 别人的小浪花 都是他的惊涛海浪 有意的小船就翻了 工作的大船就沉了 人生的巨轮也漏了 他头破血流 你不知所措 社会 才是检验一个人 和一对父母的最终标准 而这个标准 是综合性的 前几年 我曾遇到这样一个实习生 他是香港人 大三暑假 来交流实习 实习第一天 我让他看了一天报纸 晚上问他感受 他说 有些标题 跟香港报纸的风格不一样 然后 给我举了几个例子 很有趣的例子 第二天写了稿子 就让他取标题 他苦思冥想很久 饭也不失 一举取了二十几个 后来 我让他试着写稿 他每次都非常认真 两百字的稿子 要查几十份资料 不过有时 还是不过关 我得全部推翻重写 他也不难过 会反复看我的版本 总结经验 很谦虚礼貌地 问我 他的问题在哪里 平时同事们 在办公室聊天 别的实习生 都是默默旁听 只有他 会很努力 也很恰当地加入 讲他的见闻和想法 他说话很好玩 常常引起笑声一片 他实习了一个多月 是唯一一个离开时 已经能够独立写稿的 实习生 我至今认为 这姑娘 无论在什么单位 一定都能做得很好 都会深受欢迎 而他的教养 友善 责任感 主动性 抗错能力 一定都有他父母的功劳 记得他有次告诉我 他爸妈每次打电话 都会问几个问题 今天有没有帮到老师 有没有认识新朋友 自己有什么收获 我想 能问出这些问题的父母 跟那些指挥问孩子 有没有吃饱穿暖的父母 一定大不相同 龙颖台说 所谓妇女母子一场 只不过意味着 今生今世 不断地目送她的背影 渐行渐远 其实每个父母也都知道 孩子总归要离开我们 走上社会 用自己的头脑和双手 创造自己的人生 我们可以在他年幼时 提供舒适的生活 极致地呵护 但不可能陪他一辈子 总有一天 他要独自面对这世界 自己解难题 自己胆风雨 自己杀血路 所以 如果你真的爱他 就该在他离开你之前 教会他和世界相处的能力 这是你对他的最大帮助和保护 被人父母的终极使命 其实是培养出适应社会的孩子 孩子能在社会上活得开心 顺畅 如鱼得水 游刃有鱼 才是作为父母的最大成功 和最高荣誉 感谢收听今晚的分享 我是主播杨子 关注读者新媒体 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 晚安 天上 天上 有流星划过 我知道 那是生命的挣兆 地上 有更云收获 我知道 那是云雨的流年 活到别的无论 魅力称宗 监力称宗 祗宗 鱼得尹 在海银行 优优独播 对爱来到人间孩子 你是早午的经历 一孤孤的坠地 收获我喜悦的眼泪 天上有流星划过 我知道那是生命的振兆 地上有根云收获 我知道那是云雨的流年 气息冬天间万事轮回中 天字神之一级绝尘 孩子你是天给的恩赐 你承载了所有的爱来到人间 孩子你是早午的经历 你孤孤的坠地 收获我喜悦的眼泪 你孤孤的坠地 收获我喜悦的眼泪 你孤孤的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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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孤的坠地